江青传 作者 叶永烈 第十一章 又入云雾 正至夫妻 江青在第三次漏争容 批判于平博红楼梦研究之后 又处于云遮物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 是因为他再度犯病了 他定期做身体检查 这一回 全身检查结果 表明心肺正常 肝胆正常 血液正常 肠胃消化稍弱 然而 在做妇科检查时 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 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 80%的可能性生长肿瘤 需要进行治疗 肿瘤 癌症 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他 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性命第一 他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 搁在一边 忙着治病保命 他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 保健大夫为他写了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当即只是同意 于是他第三次飞往苏联 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据朱仲利回忆 苏联大夫检查后 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 但不能确诊 苏联大夫建议他休养一段时间 进行观察 他在苏联住了些日鱼 仍不能确诊 江青无奈 只得回国休养 回国之后 国内的大夫又对他的病进行会诊 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症 建议他做子宫切除手术 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 江青坚决反对做子宫切除手术 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 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不能做子宫切除手术 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 如朱仲利所说 在这个问题上 江青吃了大亏 他采用放射治疗 致使全身虚弱 白血球减低 出现许多后遗症 休养了好多年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 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至少他少做了不少坏事 不过 他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 他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 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于是 中国大夫带着他的病例 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 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 最后决定请他来莫斯科 做放射治疗 这样 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 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毛泽东1956年初至宋庆林寒中 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 原文如下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 甚为高兴 甚至感谢 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 尚未回来 你好吗 睡眠尚好吧 我仍如旧 十分能吃 七分能睡 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 然而甚已无衰矣 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 苏联大夫精心治疗他的病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毛泽东夫人 经过钻放社治疗 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 把他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经过疗养 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5000 经过复查 江青已经康复 可以回国了 在回国前夕 如朱重力所益 他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 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 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 还告诉他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 他马上干脆地答道 我们早就不在一块 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实 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 不光是因为他患了妇科病 早在他患病之前 就连吃饭 他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如李寅巧所益 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 毛泽东发话了 我就是土包子 我是农民的儿子 农民的生活习性 他是羊包子 吃不到一起就分开 今后我住的房子 穿的衣服 吃的饭菜 按我的习惯办 江青住的房子 穿什么衣服 吃什么饭菜 按他的习惯办 我的事不要他管 就这样定了 从此 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 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仍各吃各的菜 交扬风波 1956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 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 即陈伯达 胡乔木 叶子龙 田家英 江青 人称五大秘书 陈伯达 胡乔木为政治秘书 叶子龙为基要秘书 田家英为日常秘书 江青为生活秘书 在提名江青时 毛泽东曾表示反对 说江青不行 常委们经过讨论 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还是由江青担任 比较合适 方便 这样 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 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此外 他还有两项职务 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 文化部电影局顾问 原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取消了 自从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的干部了 这时的他 那心腹之患 仍是疾病 他担心放射治疗不彻底 担心癌肿转移 他顾不上在插手正治 处于长期疗养之中 严蜀 他来到北戴河 下榻于中玉厂一号平房 他在那里打扑克 散步 游泳 与众不同的是 别人下海 要么赤足 要么他双脱鞋 走过沙滩 而江青总是穿一双薄薄的软底鞋 一直走到海水跟前 才把软底鞋脱下 这是因为他的右脚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脚趾 他不愿意给别人看到 他只会狗袍式 有一回 他在那里见到王光美游泳 这位刘少奇夫人时而侧泳 时而扬泳 蛙泳如浪里白条 江青身为惭愧 游泳的兴趣顿俭 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冬日他去南方疗养 要么住广州 要么去杭州 上海 在杭州西湖雷锋塔右侧 在上海西郊 借毛泽东的名义 他修建了别墅 1962年春 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 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 刚进门 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 绿色的地毯 绿色的沙发 绿色的窗帘 就连桌子 马桶 马桶盖上 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 这房子他曾住过 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 一问 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 他说他喜欢绿色 绿色使人心静愉悦 他要求上海交际处 照他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 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 这状房子的装饰很别扭 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 换上原来旧的 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 说道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 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 看到装饰变了 会发脾气的 巨云 仅上海一地 按照江青吩咐做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 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的要求颇为苛刻 他怕声音 巨云 杂音会影响睡眠 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 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他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 当然 在夏日 他的住处四周的树上 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 他的屋里 不论春 夏 秋 冬 一律要保持22摄氏度 不能高一度 也不能低一度 完咽了扑克 他开始养猴 玩猴 经过疗养 他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 渐渐恢复正常 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 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 不过 过分的无聊 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 疑虑 又导致了神经观能症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 他实时电照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 金儿各会诊 明儿各为他进口药品 他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 就连他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 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他看外国电影时 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虑 所谓出虑 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 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 他听中了这话 所以要求他所住的房间也出虑 也虑有层次 他作为演员 原本喜欢拍照 左一张剧照 右一张生活照 这自然有摄影师为他效劳 他自己并不会拍照 在苏联疗养时 身边没有摄影师 而他又希望到处留影 他就买了架照相机 开始学习摄影 这时他到处游玩 对摄影的兴趣更浓 他花费外汇 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 每到一地 就用摄影打发时光 他在电影界工作过 有一定文艺修养 因此他学摄影 进步倒也快 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 要帮他冲胶卷 印照片 1957年1月25日 诗刊创刊 创刊号上 发表了毛泽东至诗刊主编 张克家的一封信 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18首 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正式发表 虽然他的那首 《沁源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 曾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于1945年11月14日传抄发表 毛泽东诗词18首的发表 传颂一时 正在湖南长沙地师中学工作的毛泽东的好友 柳纸狗夫人李淑一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诗词 记起毛泽东当年跟杨开会恋爱时 曾写过一首于美人送给杨开会 李淑一是杨开会的密友 跟杨开会无话不谈 杨开会收到毛泽东诗稿 给李淑一看过 李淑一记得 毛泽东那首于美人全文如下 堆来枕上筹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夜怎难名 无奈披一己坐薄寒中 小来百念皆挥进 卷极深无凭 一句残月向溪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如本书第一章写集的那样 李淑一给毛泽东去信 寄去他的就座菩萨满 并要求毛泽东把就座于美人超纪赠他 因为他只是凭借记忆没出于美人 不知是否有讹误之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富含李淑一 说开会所述那一首不好 银者住 只于美人 不要写了吧 有尤仙一首为赠 毛泽东赠李淑一的尤仙 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 叠炼花打李淑一 我诗交杨军夫柳 杨柳青阳直上中萧九 问讯吴刚和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寄莫嫦娥书广秀 万里长空且为中魂武 呼报人间层浮湖 泪飞顿做青盆鱼 在这首新作中 毛泽东寄托了对于杨开会的深深的怀念 毛泽东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 许多人传钞 李淑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于1958年1月1日 把毛泽东叠炼花一词公开发表于 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 人民日报讯集转载 各地报刊一分分转载 一时间轰动全国 叠炼花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 特别是焦阳的焦字 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江青抄抄闹闹 当面对毛泽东大声地说 你怀念杨开会 我想念唐纳 江青在极端愤闷之中 给政军李去信 打条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这封信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 后来江青成了棋手 百般要求追回此信 导致文革中正军李横遭飞祸 本来 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 烈士杨开会 称之焦阳 诚如他对张世昭所言 女子革命而丧其缘 焉得不焦 然而 江青向来心地狭窄 以致在家中闹一番风波 1950年11月25日 当阳开会的长子毛岸英 在朝鲜战场上 被美军轰炸机炸死时 消息传来 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 江青无动于衷 当时毛泽东曾愤愤地说 暗英之死对江青来说是只鱼狗 江青是极度心极强的女人 她一而在 再而三祈求毛泽东为她写一首诗 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 就是要与蝶恋花抗衡 毛泽东那首蝶恋花打理书一公开发表后 被谱上乐曲演唱 被改编成平坛演唱 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 全国上上下下在称颂毛泽东的交扬 在毛泽东写了蝶恋花打理书一之后四年 江青才终于夙愿以偿 那是她拍了庐山仙人洞的照片 富有诗情画意 她请毛泽东提诗 触发了毛泽东的诗信 1961年9月9日 毛泽东写下了一首七诀 题为为礼尽同志题所设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尽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显风 礼尽同志 一级江青 得到了毛泽东的这首七诀 江青的心理平衡了 可以用这首诗语交扬抗衡了 然而 1962年杨开慧之母向阵召病逝 毛泽东于11月15日 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电报 那电报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 开智同志 得电惊息养老夫人逝世 十分哀痛 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 记上五百元 以为道疑 藏疑 可以与杨开慧同志 我亲爱的夫人同学 我们两家同是一家 是一家 不分彼此 望你节哀顺便 静住 大安 1962年11月15日 毛泽东对杨家寄托一腔申请 称杨开慧同志 我亲爱的夫人 依然表明 杨开慧是他心中的交扬 贺子珍的庐山风波 就在交扬风波发生不久 又有一件事事将清极度不快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 贺子珍南下之后 住在上海哥哥贺敏学家中 他跟哥哥 嫂嫂以及侄女贺小平 贺海峰住在一起 他担任杭州市 复联副主席时 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 陈毅又安排他担任 中共上海 红口区为组织部长 便于他在上海生活 贺子珍一直思念着 他的儿子毛毛 毛暗红 在长征开始时 三岁的毛毛无法随他和毛泽东长征 只得交给留在当地的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赵 贺信夫妇 红军开始长征后 毛泽赵和贺姨不得不把毛毛托记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1935年5月 毛泽赵在游击战争中战死 当时贺台刚刚生下一子 1940年 贺信在广东韶关被捕 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 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换回贺姨 终于使贺姨来到延安 而贺姨的孩子则留在广东韶关 1949年10月 贺姨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 10月 他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 在那里找到自己的14岁的儿子 他怀念毛毛 他也深感内疚 这是姐夫毛泽东 姐姐贺子珍托交给他的 他决心寻回毛毛 这将是对毛泽东 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在广东韶关 他和老战友曾毕一重逢 曾毕一是古柏夫人 古柏曾在30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1935年初下战死 古柏曾毕一跟毛泽东 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毕一 据他回忆 他陪同贺 也去干南寻找毛毛 可是经多方查访 没有打掉到毛毛的下落 1949年11月21日夜 曾毕一和贺信 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 路过太和城七 巴黎的凤凰须的一座小木桥时 司机驾驶不慎 车子翻进水沟里 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 贺仪当场死亡 曾毕一重伤 大腿骨折 贺仪孩子的养父也摔死 贺信的孩子左腿骨折 他叫贺路成 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贺洽遇难 毛毛秒无音讯 消息传来 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毕一回忆 他后来到中南海 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 贺洽遇难经过之后 说了一句 使曾毕一永生难忘的话 你办事向来细心 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 曾毕一听了 心中非常难过 因为连夜行车是贺信决定的 不是他粗心所致 不过 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 他对贺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后 在1954年9月 贺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击 那时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贺子珍 听见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熟悉 亲切的声音 一下子勾起他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忆 他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 他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 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 劝他好好吃药 不要抽烟 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 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 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 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 从我的稿费中支付 陈毅当即说 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 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从1958年7月起至1966年9月 贺子珍迁往南昌市三维路9号小院居住 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 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 只有咫尺之谣的幽静 而又安全的所在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 是由于陈毅从上海 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他迁居南昌 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 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地 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 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 1943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财首中 朱丹华与毛泽民在1940年结婚 生下儿子毛远新 贺子珍到江西 借助于方志纯和朱丹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 一面对他的住处 行踪实行严格保密 一面对他精心照料 给他配备了服务员 吹试员 秘书 指派了医生 护士 对他的称呼 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尾路那状小院里 过着平静的生活 他经常喜欢独自静坐 一言不发 呆呆地坐在那里 而身边则带着一支 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 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 他和毛泽东共用的 他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之几百公尺而已 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 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 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 总是住在那里 虽说不过一箭之隔 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 自从贺子珍1937年离开毛泽东之后 一直未能和毛泽东见面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 这是贺子珍自1937年以来 22年尖头一回见到毛泽东 也是唯一的一次 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 这当然没错 只是不够精确 李瑞著庐山会议时录一书 记载了毛和会面的日期 即7月8日 李瑞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 所记日期当是准确的 据他所记 毛泽东于6月23日抵湖南长沙 25日去故乡韶山 28日到武汉 29日上庐山 关于毛和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 是1985年3月10日上海文汇报所载 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 据1985年一期萌芽所载 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 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 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 显然不符合事实 文中又写集 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 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 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肖将在争吵 以及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 实际上 庐山会议在7月23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 毛 彭不可能在7月8日就争吵 关于毛 贺会面的真实准确的报道 直至重要的当事人 陶柱夫人增志 说出了其中的内幕 这才使人们弄清来龙去脉 那时 陶柱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思亮 一起上了庐山 陶柱听说冯白居病了 正在南昌住院 就下山看望 冯白居自1954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 陶柱的老朋友 1955年冯白居被授予中将军衔 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 他被撤销了省委书记职务 增志和陶思亮随陶柱一起下山 听说贺子珍在南昌贤居 增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 增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 跟贺子珍熟悉 增志一进门 贺子珍就叫出了他的名字 而且还回忆起1937年他去西安时 曾见到写着增志名字的行李 未能见到增志 这一切都表明 贺子珍的记忆 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增志怎么会来南昌 增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 贺子珍马上就问 毛主席来了 增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增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 显得非常关心 增志回到庐山 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 全言赤柱逃住在文化大革命中 记述了增志的回忆 主席 增志见面就说 我下了一趟山 见到紫珍了 哦 毛泽东一正 马上问他怎么样 他很好吗 看不出精神病 毛泽东嘴唇嗡动一下 两眼有些暗淡 显然 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 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 眼睛变湿润了 深深叹出声 爱 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 他眨动双眼 驱走渗出的泪 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 我很想他 想见见他 应该见见 增志说得很干脆 那一刻 他好像又回到了挺近干男 闽西时的生活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 毛泽东嘱咐 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 增志鼓劲说 他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 伸出一根手指 小声交代 你去找汪东兴 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 搞调查研究 增志说 我明白 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 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 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 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 毛泽民牺牲后 他改嫁了方志纯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炉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轻声说 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 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 毛泽东对卫士说 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 又有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 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 见面便急切地问 谈得怎么样 哎 不行 毛泽东欺然叹息 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 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他怪我对王明不对 说王明还要害我 让我小心王明 我吃药 他来抢 说是毒药 他说他就不吃药 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 望着屋顶常常叹息 回忆着什么 眷恋着什么 伤感着什么 本来 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 所以7月9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呼帝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 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 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 也就随即下山 回到南昌才知 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22年阔别 22年等待 只盼着一个多小时的雾面 从此 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他那么突然被送下山 在他心中一直是一团迷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后来 才慢慢明白 那时 江青在杭州 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 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 他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 曾严格封锁消息 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 只在很小的范围内 很少几个之中 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 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 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即 你在庐山上开会 为何下山去了 你下山去干什么 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 马上联想起他被突然送下山一事 怀疑陈伯达下山 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 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 并未点名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 因为在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 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 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 究竟是谁向江青赛报 这迄今仍是一个谜 不得而知 这件事倒是清楚的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 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 即便他远在杭州 贺子珍刚一上庐山 也就知道了 江青之兄惹风波 发生了交扬风波 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 风波连着风波 又发生了李干青风波 李干青 江青的哥哥 江青呼的收到李干青的信 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 使江青震怒了 审查李干青 倒是确有其事 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霞接近了中南海 接着要让李干青也来中南海 考虑到李干青历史上有过劣迹 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 为此 山东省公安厅着手 对李干青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最初 在1953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 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 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青的历史 知道他的历史有问题 只是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 以及毛泽东的亲戚 未敢申查 不过 从此也就给公安部门留下了印象 知道此人历史上不干不敬 1959年春 为着江青要接哥哥进中南海 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位科长 请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 协助调查一下李干青的历史情况 这么一来 山东省公安厅也就正儿八经的 在1959年7月25日成立了李干青问题调查组 成员由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 一科副科长驱和军 科员史电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 调查组三亿起稿写出了李干青调查材料 打印上报 这份调查材料的内容大致如下 李干青 1901年3月13日生于山东省朱城县东关 曾读过几年私塾 1921年4月至1923年3月 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 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 文书 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 巡官 局员 金浦铁路房间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1939年 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 李干青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圣公 1945年底 李干青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 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 李干青自己也交代 1945年10月 米瑞胜给他吐造的三号手枪 他说 这支手枪自己玩了几天 又被国民党山东行动总队 15队副官李干辰要去了 李干青还有偷窃 贪污劣迹 1948年偷车站食堂面粉两袋 价值56万元 只旧人民币 新人民币及56元 夏同 1951年任集铁公寓管理员时 贪污食堂大米 面粉 鸡蛋 即390万元 1951年6月 在积物公寓造假单据 贪污8万元 7月在积物公寓买咸菜 多报销5万元 李干青虽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和教育 但觉悟不高 转变不快 平日不参加任何学习 开会也经常不愿参加 工作态度不够积极 上班忙于烧水喝茶 在公安处工作期间 办公时常私自回家 1954年7月 济南市公安局李元祥同志找他谈话 李便说 有人暗算我 说已给他妹妹 银者住 指江青 写信反应等等 由于贪污 李干青在三反期间受寄过处分 对李干青的审查 深深激怒了江青 他在文革中进行报复 陈伯答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1968年4月2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江青听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孝宇的汇报 哭道 我哥哥李干青过去很苦 为了糊口 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 他们就对他 对我 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 陈伯答则帮腔道 从山东搞李干青的问题说明 原来公安部是两个公安部 一是中央的 一是刘 邓 鹏 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 银者柱 指刘少奇 邓小平 鹏真 罗瑞青 上通流 邓 鹏 罗 下通全国各地 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 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 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 即即如律令 一日 从北京派出三名 富有特殊使命的人物直奔济南 几天之内 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 副厅长李炳正 省交际处处长陈敬波 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 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 分处处长区和军 保卫谷谷掌使电安 全部被捕 除张国锋病重外 其余6人于4月29日被用专机押往北京 病重的张国锋受到日夜折磨 6月30日便死去 被押往北京的6人 受尽酷刑和屈辱 直至1977年8月 这桩案件才得以平反 1978年10月13日 人民日报刊载山东省委 为一起重大政治冤案 彻底平反昭雪 这才为审查李干青 引起的风波降下大幕 李干青未能住进中南海 只在毛泽东1959年底 路过济南时 在专列上见他一面 算是给了江青一点面子 江青之节李云霞倒是在中南海常住 李云霞的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叫王伯文 另一个在山东游泳淹死 王伯文随李云霞也住进中南海 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 1990年下在上海于原路一幢老式房子里 笔者拜访了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顾留心 他是著名的太极拳专家 但又是一位老干部 他早在1934年便加入共青团 不久佳人中国共产党 解放出 他是上海市黄浦区第一任区长 大抵由于他具有老革命 老武术家双重身份 他被看作政治可靠 而又武艺高强的人 因此几度进入中南海 为中共高级干部教权 顾穆辛最初的学生 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 那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 和贺龙副总理访问越南时 胡志明说及他在战争中 曾从马上摔下来 受过伤 中国能否派一位太极拳拳师 前来教他打太极拳 以拳数疗伤 贺龙主管体育 他回国后经过调查 选择 选中了顾留心 派他前往越南 成为胡志明的拳师 从此顾留心颇受重用 口国后 教过贺龙 教过邪剑英 教过邓颖超 以至教过宋庆龄 消息传进江青的耳朵 他也请顾留心叫太极拳 在顾留心的印象中 江青打拳的动作近乎舞蹈 不过 他倒狠手时 总是准时前来学拳 这样的体育疗法 使江青的体制有所加强 这样 在1961年春夏之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 有感而发 提倡老年人学打太极拳 一时间 向顾穆辛学太极拳的高级干部 分治踏来 打太极拳使江青尝到体育疗法的甜头 于是 他打乒乓球 打台球 从1959年中国运动员荣国团在第25届乒乓球锦标赛中首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以来 乒乓球热席卷中国 江青早在上海当演员时就会打乒乓球 此时也投身于乒乓球热之中 他常抽杀 球技颇凶 属于进攻型 他的游泳姿势虽差 不过游泳是夏日最好的运动 他也就不顾游泳不如王光美以及幼族六指之类不快之势 不时下海 这么一来 进入60年代 江青渐渐从病魔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时 他又接受上海大夫的的建议 进行文化疗养 看戏 看电影 后来 1967年4月12日 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做题为为人民立心功讲话时 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年我害病 为了恢复健康 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 锻炼听觉和视觉 这样 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 哎呀 觉得这个问题就大了 在舞台上 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 大量的资产阶级 封建主义的东西 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他在北京看戏 在上海看戏 在杭州看戏 据文革中红卫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棋手说 江青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 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 《独草丛丛生》 说江青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 未免夸大其词 不过 他进行文化疗养 确实看了不少戏 1962年3月 他在杭州养病 向红泥观 大午花动这样的戏都点看了 1962年7月6日 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编历史经剧《海瑞罢官》 他以特殊的政治嗅觉 嗅出此剧的严重政治错误 三年后批判此剧 成了文革的序幕 此事后话 体育疗养 文化疗养果真奏效 江青经再三检查 癌症的警报解除 他输了一口气 筹划着从后台走向前台 继续着他五十年代批电影《青宫密史》 批电影《武训传》 批于平博《红楼梦》研究那番未了的红叶 跟王光美比高低 正在这时 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 使江青颇为极度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 硕士生 英语纯熟 文化素养比江青高得多 笔者在1991年7月7日采访王光美时 他正在读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赠英文 原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王光美出身名门 父亲王志昌 自怀青 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 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 还曾出使英国 美国 王怀青曾两度丧妻 有过三次婚姻 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 前两位夫人生三子 即长子王光德 四子王光乙 三子王光超 王怀青第二次续贤 夫人名叫董杰如 他生下八个子女 即王光杰 王光富 王光英 王光美 王光正 王光和 王光平 内中王光英 在王怀青初始英国时出生 王光美则在王怀青初始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 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 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 及现今的国务院副总理 姚依林是129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 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 受姚依林影响 王光杰投身于129运动 1938年5月 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1936年后 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 市委书记 1938年9月 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借伊电源 建立秘密地下机关 设置电台 为了掩护秘密工作 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 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 住在那里 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 1936年11月16日加入中共 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 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 产生爱慕之情 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 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 这么一来 在王怀清子女续席之中 有了两位中共党员 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 使王光超 王光美 王光和 王光平都倾向中共 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 在王怀清子女之中 也有导向国民党的 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 1945年 他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或科学硕士学位 经王光杰 王新介绍 崔岳离结识了王光美 崔岳离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 后来在1982年4月至1987年3月任卫生部部长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 以公正的面目出现 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 共 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 即张智中 周恩来 马歇尔 不久 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 由国民党代表邓介民 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 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 经中共北平市委留人指示 崔岳离通知王光美 调他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 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共党员 1946年8月 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 王光美赴延安 1948年 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和刘少奇结婚 对于刘少奇来说 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 生刘允斌 刘爱琴 刘允诺两子一女 第二个妻子谢飞没有留下子女 第三个妻子王前 生刘涛 刘九珍一女一子 第四个妻子王健 结婚半年便离婚 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 内中 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离婚后 跟聂珍结婚 聂珍之妹 即聂原子 文革中的明星 江青手下的大将 此事后话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 一年生刘平平 此后又生刘圆圆 刘婷婷和刘晓晓 即刘晓晓 王光美性格温和 不像江青那样眷裂 他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 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 是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解放后 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王光美不如江青之处 是他的入党时间晚了15年 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 然而在1962年9月 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壁款款步下闲踢 踏上北京机场时 作为外交礼节 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 9月24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 一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 怒火中烧 她作为第一夫人 从未在人民日报上路过面 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 终于 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 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 参加会见贵宾 苏加诺总统和夫人 这样 毛泽东 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 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 众多的中国读者 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重要的讯号 江青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约法三章对于她的约束力即将失去 康生开创索引誓批判恶力 就在江青要跟王光美一笔高低的那些日子里 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 中国这艘庞大的航船 在向左偏航 就在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前夕 工人出版社忽然接到通知 要求敢印六百册小说刘志丹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 会上不仅散发了小说刘志丹 还印发了两封信 那是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 在1962年写给周扬的两封信 这两封信都是批评上将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严红彦的 毛泽东在会上 说了一段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是一大发明 要推翻一个政权 必须制造舆论 无产阶级是这样 资产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所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指的便是小说刘志丹 虽说对小说刘志丹做了宣判的是毛泽东 而制造这起文坛冤案的幕后策划者则是康生 刘志丹 著名的红军将领 红军第26军军长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 1935年9月21日 毛泽东率红军长征到了哈达铺 从国民党报纸上 见到刘志丹红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 所以决定进军陕北 以陕北作为根据地 刘志丹在1936年4月 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 阵亡于山西中阳县三郊镇 此后 刘志丹一直被作为革命先烈纪念 1956年 北京的工人出版社要出版一批革命烈士传记 内中有一本刘志丹 约请李建桐写 李建桐确实是很合适的作者 因为他是刘志丹的弟媳 很熟悉刘志丹的事迹 他的丈夫刘景范当年担任陕甘军委主席 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 经过两年的准备 李建桐在1958年开始写刘志丹 写了一稿又一稿 写至第六稿才得以出版 1962年7月28日至8月4日 工人日报还连载了李建桐的小说 刘志丹第二卷第一部分 本来刘志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战死 年仅33岁 关于他的小说不会有什么麻烦 可是完全出乎意料 刘志丹问世之后 有人向康生报告 小说自理行间美化高岗 为高岗翻案 这下子使问题复杂化了 高岗曾参与陕甘边区的创建 曾任红军第26军第42师政委 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 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 此后1954年2月 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 高岗和饶术时遭到批判 被认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同年8月高岗自杀身亡 小说刘志丹中的罗言被说成是高岗 康生抓住了这一点 一下子就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 康生把这一严重情况向毛泽东反映 正在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 把这一严重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于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说了那么一番话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 于是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 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 监督劳动 此案不断升级 刘警犯被打成反革命 审看过刘志丹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 被撤销职务 下放到洛阳一家工厂劳动 劳动部部长马文睿也遭到牵连 也被撤职 以致入狱 此案直至经历了17个年头之后 在1979年8月 经邓小平批示 中共中央发出1979年第53号文件 才终于得以平反 文件认为 刘志丹是一部较好的革命文艺作品 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 有意义的 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 写作是正当的 没有什么阴谋 也没有什么秘密反党集团 在写作过程中 在写作过程中接触的人 全是工作关系 不是什么反党关系 文件批驳了康生 也批评了颜洪彦 指出 康生强加给这部小说的罪名 是制造了理论上 思想上的混乱 文件特别指出 小说中的罗言 并不是高岗 刘志丹是一部小说 不是党史 应该允许作者有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 而不能用所隐示的方法应把小说人物同真人等同起来 这种所隐示的批判方法应当铲除 文件还认为 应当实事求是的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一切人的功过是非 不能割断历史 因此 小说中即使采用了高岗在闪干时期的某些材料 也不应定为为高岗翻案 所谓所隐 一级附会 一级影射 把小说刘志丹所隐成是为高岗翻案开了一个恶例 此事给了江青莫大的鼓舞 此后 他运用康生的所隐示手法 把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成为彭德怀翻案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江青意识到形势对他颇为有利 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约见了齐燕明 齐燕明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 此时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兼文化部部长 江青向齐燕明指出 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 齐燕明茫然 不知江青这番话有何来历 是江青自己的意见 还是毛泽东的意思 因为论职务 江青只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只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怎可以训世齐燕明 此后不久江青居然召见陆定一 周扬 齐燕明 林默涵 这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 须知 当时陆定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江青又一次向他们指出 舞台上 银幕上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牛鬼蛇神 泛滥成灾 部长们居然无动于衷 对于这位遗旨气使的第一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 部长们又一次忽视了江青的能量 江青下决心要大干一场 他结束了疗养生活 插手于中国政治了